九百九十一级 陈董 刚文冲着陈汉生打声招呼 他礼貌地邀请他进了办公室 哦 陈汉生微微汗手 不过脚步却是下意识地 走到了律所主任那间办公室 隔着透明的玻璃隔断 陈汉生默默地看着里面的沙发 软椅 电脑 红木桌子等等 这是萧荣瑜原来的办公地点 也是陈汉生逗留最久的地方 看着这些熟悉的场景 那个甜美活泼的声音 一直在脑海里盘旋 小鱼儿去国外之后 我们每天都会整理的 真希望他能早些回来 你要劝劝他啊 律所不能少了主任 哦 谢谢 谢谢高师姐了 高文和丽娜是律所的合伙人 他们都知道陈汉生和萧荣瑜分手了 痛惜的同时 也在疑虑究竟发生了什么 也能让这样一对 已经买了别墅要结婚的情侣分手 不过从高文师姐的反应来看 她还是希望两个人能够和好 进了办公室以后 陈汉生讲清楚过来的原因 某星提起诉讼 果壳自然是要找一个律师团队 陈汉生希望由容生律所来担当 如果是以前的话 高文一定是不犹豫地接下来 而且他还要感谢果壳给予的机会 因为某星和果壳 在国内都是很有名气的律所 某星又是世界五百强 如果能够参与到这两个企业之间的经济博弈 容生律所的资历将进一步沉淀 只是高文沉吟了一会儿 实话实说 汉生 我要和美国那边联系一下 毕竟 萧荣瑜才是这绿色的主任 陈汉生并不意外 很干脆地说 好 那 我等高师姐好消息 其实他本来就打算借这个纠纷 重新找到和萧荣瑜的交集 这一招还有一个成语 叫投石问路 果壳和某星的纠纷就是石头 问的路 自然是小鱼儿现在对他的态度 美国湾区要比国内晚个十多个小时 陈汉生拜访高文上午十一点半 在湾区那边时间是晚上十点左右 一栋独立的庭院里 萧荣瑜正在卧室的台灯下看书 编石师在打电话 那个留着寸头 被陈汉生称为盟女的杂志社记者赵童 正在客厅里面看着微微意的比赛 门被敲了几下 萧荣瑜抬头 原来是满头白发的孙教授 他小心翼翼地端了一碗银行汤过来 萧荣瑜呢 连忙接过来说 老太太您怎么去煲汤了 怎么 瞧不起我呀 孙教授坐在床眼上 笑呵呵地说道 我煲汤的技术 未必就比小林差的 你赶快趁热喝了 小林就是身通董事长 承夺军请的保姆 萧荣瑜和编石师都叫她林阿姨 而孙教授称呼为小林 啊 小鱼儿端紧了汤喝着 孙教授就在旁边温和地注视着 目光里面都是慈祥和关爱 要是吴义敏看到了心里肯定又要吃醋了 因为她很多年都没有看见母亲这样的眼神了 老太太指着萧荣瑜的小肚子 怎么样 孕度反应还大吗 孙教授是上个月的月底来到美国的 她本来是准备上庭打官司的 可是到了这里才知道 关门弟子萧荣瑜怀孕了 于是老太太的工作重心迅速转变 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照顾小鱼儿的身上 孙教授也曾经思考 为什么她对真正的外孙女孙堂堂虽然也关心 可是总有些别扭 尤其是看到那双蓝色的眼睛 她就有一些脏的感觉 分析下来大概有三个原因 一,她经历过民国抗战 改革开放这些特殊的岁月 所以对外国人总是有一种消除不掉的敌视 二,吴义敏的前夫米勒离婚之后 不在掩饰兴趣下 直接和男人同居 这是最恶心的地方 三,米勒坚持不道歉不赔偿 还辱骂过吴义敏 认为当初吴义敏倒贴过来的 自己没有一点责任 综合这些原因 孙教授反而更喜欢萧荣瑜 每当萧荣瑜骄傲地甩着高马尾 孙教授就能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最近好很多了 没有在晕土 小鱼儿浅浅一笑 李窝甜甜美美 还是那般的漂亮 根据时间推断 萧荣瑜应该是去年平安夜中招的 那一天她的表现就是体温比平时略高 还特别逆着陈汉生 陈汉生自诩无敌聪明 不过有两件事实了未及 一就是修罗场 爆发得太过突然 而且还是一个小人物痛出去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小鱼儿怀孕 陈汉生本来寄希望于那张秘方 结果秘方还没得到使用呢 小鱼儿就离开了 更没想到她已经怀孕了 很快就要上庭 第一次上庭 你就是做做准备工作 所以没必要太劳累 孙教授叮嘱 他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种官司要反反复复很多次的 孙教授 小鱼儿 这个时候 鞭诗诗打电话完了走进来 他坐在小鱼儿身边 用手掌关心地贴着闺蜜的小妇 小鱼儿怀孕两个多月 但是一点也没有显怀 小妇仍然平滑无比 从体型上完全看不出来 那个黑小子的电话吗 老太太也知道王子伯 直接叫他黑小子 鞭诗诗听了笑起来 王子伯的确蛮黑的 又黑又傻的外形条件 怎么想都是他吃亏 不过鞭诗诗笑得又是如此开心 完全是被宠溺的幸福母样 就连小鱼儿都有一些羡慕 鞭诗诗摇了摇手机屏幕 孙教授 这次您猜错了 不是那个黑小子的电话 是高师姐打过来的 嗯 萧荣瑜抬起头来 以为绿所出了什么事 我可 编尸诗只说了两个字 立刻感觉到卧室里面的气氛 果然凝固了 时间好像实体化 一秒一秒地行走都能看见 孙教授脸立刻沉了下来 他本来就很有威严 加上花白的头发 编尸诗有种上课 回答不出来问题的窒息感 反倒是萧荣瑜沉默了一会儿 安静地询问 果可怎么了 果可最近在国内和某姓打架 已经吵到了互相诉讼的地步了 编尸诗一边解释 一边观察着萧荣瑜的神情 所以陈汉生找到高文师姐 希望我们律所可以代理这个纠纷案件 高师姐问问你的意见 编尸诗说完 他就咬着嘴唇 默不作声了 萧荣瑜脸色平静 只是眼神有些迷茫 陈汉生和果可 似乎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 最后还是老太太打破了僵局 哼 他也是个不安分的 前阵子好像在企业改制 陈汉生还变成了董事长 现在他又和某姓发生纠纷 哎呀 真是没有一天安稳下来的 孙教授虽然斥责陈汉生 不过语气中反而有一种长辈对顽皮晚辈的唠叨的感觉 本来老太太对陈汉生脚踏两只船的行为非常生气 可是自从知道小月儿怀孕以后 孙教授突然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 他一次也没有再批评过陈汉生了 甚至赵同友的时候指责陈汉生 孙教授都会不易察觉地把这事插过去 老太太好像尽力地在平复陈汉生和萧荣瑜之间的矛盾 九百九十二集 半赏之后萧荣瑜问边诗诗 诗诗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接下来 果壳和某星如果发生纠纷 那一定不会是小矛盾 我们律所代理这个案子 可以提高知名度和商业诉讼的经验 另外 另外 边诗诗犹豫了一下 没有继续说下去 其实诗诗同学的态度和孙教授差不多 他超级希望萧荣瑜和陈汉生复合 如果律所代理案件 两个人才有更多接触的可能 萧荣瑜轻声说道 既然对律所的发展有利 我也同意 好的 那就这样回复高师姐 边诗诗生怕小月改变主意 立刻给高尔打电话 孙教授呢 坐了一会儿也离开了 他把空间留给小月 卧室里面很是安静 萧荣瑜扭头看着窗外 月光洒满了庭院 白茫茫的好像清水一样澄澈透明 院中的树影倒影在地上 斑驳迷离 纵横交错宛如水草 景色十分的优美 也有几分淡淡的孤寂 陈董事长 半晌之后萧荣瑜叹口气 下意识地捂着小腹 其实还是小陈顺口一点吧 边诗诗和高尔通电话 听到了厨房里有水声 原来是孙教授在洗着汤碗 边诗诗要抢过来 我来吧 不用 你们会用洗结晶 我不用洗结晶 这样对小鱼儿身体更好 我也没用啊 边诗诗低声嘀咕一句 不过从这里就能够看出来 这位国内鼎鼎大名的法学泰斗 他是多么疼爱他这个关门弟子 孙教授 边诗诗看着老太太的背影突然问 如果我以后要做一件事 但是这件事情会伤害到 另一个善良的女生 其实她也很无辜 那我该做吗 老太太没置身 依旧弯腰洗着碗 厨房里呢 就只有自来水流淌的声音 时间好像又慢下来 等到这个碗洗干净以后 孙教授才扭个头来 眼神锐利无比 仿佛看穿了这弟子的心事 诗诗啊 我的态度是 老太太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论如何 孩子是不能没有父亲的 嗯 边诗诗重重地点点头 她就知道孙教授是坚定的笑语的 因为孩子是不能没有父亲的 肖荣瑜同意接下了 过客和某星的商业纠纷 高文得到回复以后 心里也悄悄松口气 因为跨国婚姻官司的原因 荣生律所代理的民事诉讼比例 一直比商业诉讼要高 如果能够参与一两个知名企业的博弈 可以增加率所在商业诉讼方面的经验和名声 当然了 肖荣瑜坚持不答应 高文也会尊重她的意见 就是非常可惜罢了 下午三点多 丽娜开车前往果壳店子 了解具体情况 同时带着庄吉辛 李飞和肖顺明 这三个菜鸟实习生 丽娜五官虽然不是特别漂亮 个子也只有一米六左右 不过身材非常好 她上半身穿着一个女士小西装 里面搭着一件威领的针织衫 下面是一件宽松的阔腿裤 威领针织衫露出一片雪白的薄梗 浑身上下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道 她双手悠闲地握着方向盘 自由自在地操控着车辆 既有一种都市精英的商务风格 也有一些二十七八岁女人的慵懒范 李飞颇为向往地说道 丽师姐 你现在就是我最羡慕的样子呀 啊 羡慕我做什么呀 要羡慕也是小鱼儿啊 她的人生才完美呢 李飞有些不好意思 这不一样嘛 我把丽师姐当成偶像 激励自己总有一天 也能达到这个标准 不过 小鱼儿是不可能的了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丽娜笑了笑 虽然李飞无意中有一些贬低她 不过她也不在意 这些师弟师妹们刚刚研究生毕业 相对而言也比较单纯 很多时候只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并没什么恶意 再说了 这本来就是实话 丽娜在李飞看来 工作在新街口的CBD中心 出行有车 工作体面 收入也比较丰厚 这是让人羡慕的条件 可是不能和萧荣瑜相比 萧荣瑜大学没毕业 就是律所的主任 深受孙教授的喜爱 在建业有一套几百万的别墅 男朋友 啊不 前男友有钱有势 两个人还相识七年 很有感情 面包和爱情都有了 分手了 实在很可惜啊 丽娜淡淡地想着 几个实习生并不知道这些事 一路上都谈论着果壳和某星 这场商业诉讼 大概陈汉生是朋友的缘故 他们都在思考着如何维护 果壳的利益 只有丽娜一边开车 一边笑着摇摇头 到了果壳电子厂的门口 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个 标志性的果壳logo 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芒 进场之后 庄星吉他们发现 道路规划紧紧有条 车间食堂宿舍办公楼 各种建筑昂然入力 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 厂里到处都有绿植覆盖 枝子花 迎春花 白玉兰正在肆意绽放 天空湛蓝 清爽 让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和印象中那个脏乱差的 私企 很大的区别的 反而很像一个 国字头 央字头的大企业 你们一定没有关注新闻吧 丽娜师姐停好车以后 眼睛眺望着远方 鼻子里嗅着花香 今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 建业市政府和江陵区政府 先期投入二十亿 准备开发这片郊区了 果壳要打造复杂的生态链 政府就投资成立商圈 以后还会增加公交路线 盖幼儿园 盖小学 盖初中 丰富商圈的基础建设 丽娜舒展了一下 图凹有志的身体 也不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现在果壳有一千两百多人 小米也有八百多人了 而且还在快速扩张中 他们和政府的利益 绝对是一致的 某星在国际上很厉害 但是 在建业这座城市里 未必就能打得过果壳 三个实习菜鸟面面相去 办上之后装集心 才说道 丽娜师姐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内幕啊 丽娜耸耸肩膀 这叫内幕吗 你们多看一看新闻 稍微收集一点资料就清楚了 哦 原来如此啊 实习第一天 李飞和庄集心就学到了一招 拜访客户之前 一定要先整理对方的信息 虽然没有内幕 但是 我有一个推荐 丽娜走了两步 突然转身 如果附近 有新楼盘售卖的话 我建议你们借钱要买一套 因为以后 必定会涨价 一群人来到果壳的行政楼 很快 有前台礼貌的接待 询问清楚原油之后 漂亮的前台小姐姐 打电话给董密请示 最后才放了丽娜他们上楼 庄集心 砸着嘴说道 陈师弟啊 陈董跟我们聚会的时候 压根感觉不出来这种豪气啊 丽娜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我的天哪 他两辆车都是百万以上的 还要怎么豪气 才能入您法眼 我也不知道啊 庄集心摸摸后脑勺 就觉得有钱人不该吃大排档啊 电视看多了吧 丽娜撇撇嘴说道 有钱人也是人 又不是神仙 吃大排档爆粗口 都是正常的 只是我们平时 接触不到罢了 九百九十三集 来到果壳电子董事长办公室 发现除了陈汉生以外 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女生 一个是大家认识的聂小宇 另一个是一个不认识的短发小姑娘 这小姑娘胆子很大 居然当着陈汉生的面 脱着鞋 盘坐在沙发上 看着海贼王 聂小宇呢 则是在旁边 喋喋不休地透露剧情 我跟你说啊 我看到这一段都哭了 纳美的身世太可怜了 她有个养母叫贝尔梅尔 还是一个退役海军 阿兰啊 我建议你跳过这段情节 就是骗眼泪的 小宇姐 你怎么不去工作啊 事情忙完了嘛 你不要和我这种 混子大学生相比啊 短发小姑娘不满地嚷嚷 聂小宇刚要反驳 突然看见丽娜他们 她喜滋滋地站起来大招呼 丽师姐庄师兄 萧师兄 李师姐 当年聂小宇 以为要去律所当金花呢 结果却被陈汉生 骗去了当场妹 在新街口CBD上班 是小秘书永远的梦想 陈汉生还是那副 叼儿郎当的样子 叼着烟 点点头 然后走到沙发边上 轻轻扇一下那短发小姑娘 和蔼可亲地说了一句 乖 干嘛呀 小姑娘很不高兴 打坏了怎么办 我这张脸在古代 就是王昭君 可以换边疆三百年和平的 李飞忍不住 笑了一声 问陈汉生 你妹妹吗 哎 家门不幸啊 出了这样一个败类 哼 大家半斤八两而已 陈兰哼哼唧唧地站起来 干脆跑到陈汉生的老板椅上 玩电脑了 陈董 我想咨询一下 既然大家都是熟人 大家也没必要多寒暄 丽娜掏出笔记本 询问果壳方面 对这场商业纠纷的看法 现在小打小闹的能有什么看法 某星觉得我损害了他们的名誉 你就按照正常程序应对好了 后面才是真正的暴风咒语呢 那我能方便问一下 丽娜伸出手指轻轻挽了一下发丝 果壳和某星这场纠纷 最后要挣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心里得有一个准备 陈汉生想了想 语气轻松地答道 嗯 不死不休吧 最后很有可能由政府出面调停 那个时候我才会考虑和解 哦 丽娜心里跳了跳 中午她和高尔分析 两个人就觉得 名誉损失费一百万和登报道歉 应该不是终点 这只是一个开胃菜 我还有几个问题 丽娜继续采访 其他人都在做着记录 差不多五点多的时候 她终于对整件事情的起因 果壳的态度 后续影响 都有了大概的了解 好的 今天我们就到这了 回去后迅速整理一下 再发一份给小宇备案 陈东有事请及时吩咐 李师姐客气了 你们要不要留下来 在食堂吃个便饭 还是先回去吧 事情实在太多了 美国那边有官司 平时还积累着不少任务 现在又接了果壳 和某星的商业纠纷 真想把吃饭睡觉的时间 都省下来了 陈汉生也不勉强 亲自送着丽娜下了楼 只是快到停车场的时候 她有意无意地问 那个 小鱼儿听说这案子以后 她什么反应 反应 我就知道小鱼儿 肯定是同意的 具体的情况 就不是很清楚了 不过 刚才是编诗师和我们对接的 诗师的态度 倒是非常积极 哦 好 陈汉生心里有数了 看来编诗师同学 背地里出了不少力啊 丽娜她们离开以后 陈汉生刚返回办公室 立刻迎来妹妹一顿奚落 哥 你好意思说自己懂女人啊 刚才那个姐姐说 不要留在这里吃饭 你也不挽留一下吗 女人的话要反过来听 她们说不要 其实就是要的意思 陈兰认认真真地叫道 陈汉生咧咧嘴 这啊 那我问你 你要吃屎吗 陈兰噎了一下 她也不懂怎么回答了 因为不管要还是不要 好像全部都是 想要吃屎的意思 哥 你为什么总提 这些恶心的东西啊 不过 陈兰也有绝招 当说不过陈汉生的时候 她就耍赖糊弄过去 整天就喜欢和我抬杠 可是啊 让你买件衣服 你就推三组四的 看着还像个哥哥嘛 陈兰 你都上大学了 怎么还和小学生一样攀比啊 小学生才会攀比 哪件衣服比较高档 我们大学生都是比较 在哪里买衣服更便宜 谁要是能九块九 买条牛仔裤 那简直是宿舍里的王者 好像是这样的 我们宿舍已经有这种趋势了 二姐买了件 三十九元的打折裙子 全宿舍的人都很羡慕 阿兰还是单纯啊 小秘书摇摇头 陈部长只是单纯的不想掏钱而已 不过也没办法 兄妹两个人就喜欢这样互相糊弄 当然 哥哥每次总是技高一筹 虽然陈兰没有吃食 陈汉生也是节省了几百块钱 同时他还知道萧荣瑜对这个案子的态度 投石问路 抛砖引鱼 算是成功了 既然小鱼儿同意这案子了 那自己也就有理由去找他了 毕竟他是律所主任 我作为客户当面咨询点业务怎么了 陈汉生双脚翘在桌子上 心中默默地盘算 等过一阵子 果壳和某星的战斗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那就抽不出时间了 只是小鱼儿在美国的地址 他并不清楚 不过这也难不倒他 虽然不知道编尸师为什么有意撮合 不过他的确有这个表现 陈汉生打开QQ 寻找编尸师 无数留言信息立刻扑面而来 有初中同学班级群 高中同学班级群 大学同学班级群 还有家人QQ群 家里人的QQ群还分成两个 一个是梁太后这边的 QQ群叫梁家大院 另一个是老陈那边的 QQ群叫相亲相爱一家人 这名字估计能一直延续到微信时代 这些叔叔姑姑舅舅阿姨 还经常在群里转发各种连接 什么当身体出现了 什么症状你就要注意了 舅舅孩子何老师看了都要哭啊 点进来就能赚钱 月入过万不是梦 好家伙 就连诈骗木马都转发 真是受不了 陈汉生插掉了群信息 下拉好友时 看见小鱼儿的QQ头像 灰蒙蒙的暗淡无光 去年修罗场的时候 陈汉生所有方式都被笑容于拉黑了 后来机缘巧克下 电话虽然被拉出来了 但QQ依然躺在黑名单里 哎 陈汉生叹口气 他QQ里有三百多好友 不过至少有一百人是不认识的 所以说朋友圈里未必都是朋友 黑名单里才是故人啊 九百九十四集 陈汉生找到了狮鱼的夏天 这是编诗师QQ的倪称 倪称这玩意儿 有的时候会反映一些东西 这就表达了自己的容貌外表 还有汉生的英文谐音 沈幼楚是猫像少女 这表达了一种想家 想婆婆和妹妹的感情 而萧荣鱼是躲在海底吐泡泡的鱼 这就表达了一种童贞 可爱有趣的心思 王子博是少年不懂轻狂 这就是很典型的装叉昵称 没有什么内涵 编诗师的诗鱼的夏天 应该是表达两个好友之间的身后友谊 还有那些文艺小清新的感觉 陈汉生发了条信息过去 在吗 睡了没 编诗师打了个问号 还没睡啊 美国内约凌晨两点多了吧 怎么 你有事吗 这么冷淡 陈汉生皱着眉头 他以为自己判断出现错误了 编诗师其实并没有想撮合的意思 于是陈汉生就正大光明地把理由搬出来 那个 果壳和某星最近有商业冲突 我把案子委托给容生律所了 只是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 我想和小月当面请教一下 你是要我们在美国的地址 啊 不给 拜拜 我靠 陈汉生盯着不给两个字 也有些发愣 心说编诗师好大狗胆啊 你男人和黄慧上过床你知道吗 不过编诗师好像真的睡着了一样 再也没有回过消息 陈汉生正在考虑要分手大家一起分 老子不舒服 你们也别想痛快的想法是 王子博电话突然打过来 这傻圈最近忙着学校里那小项目 两个人也好几天没见面了 王子博语气有些纳闷 小陈 你帮我分析一下 编诗师突然要吃狮子桥的桂花糕是什么意思呀 他还发了地址过来 让我立刻寄过去 可是美国那么远 寄过去早坏了吧 要是不寄的话 他会不会生气呀 我的妈 你至于吗 陈汉生忧郁地拍了拍脑袋 编诗师应该是想把小月儿的地址告诉自己的 又觉得这样太轻松了 所以偏偏绕了一大圈 故意通过王子博说出来 傲娇的女人还真是可怕 吐枯子放屁多次一句 陈汉生无可奈何地嘀咕一声 什么 我没放屁呀 小陈 你帮我想想 到底要不要把桂花糕寄过去啊 傻圈王子博还在絮絮叨叨地询问 陈汉生的护照和签证并没有过期 身上也不缺钱 所以他第二天就买了前往美国的机票 公开的理由自然是出差 萧荣宇自然什么都不知道 别说是他了 就连编尸师都没想到 陈汉生会这么过断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旧金山清晨 博雾刚刚散开 并不刺眼的阳光穿过树叶 在地上保留了一个个不规则的光斑 偶尔还有阵阵清脆的鸟鸣声传来 林阿姨早早就醒来了 一边哼着今天是个好日子 一边愉快地在厨房里忙活 林阿姨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保姆 什么样的客户他都服务过 不过万里之外的美国他还是第一次 他原来不想过来的 只是身通快递董事长程德军亲自找上门 而且给了很高的报酬 所以林阿姨这才答应试一试 不过客户的素质都很好 一个是大学里教授 据说是国内很有名望的人 白花花的头发看起来又有知识又威严 还有两个漂亮的女孩子 其中一个特别特别漂亮 笑起来有两个甜甜的梨窝 林阿姨最喜欢这个叫小鱼儿的女孩 只是这个女孩好像怀孕了 不过客户没有主动说 林阿姨也恪受规则 从来不会主动询问 只是每天晚上按时的营养汤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留着寸头的女生 性格有些冷酷 还喜欢看男人摔跤这样的节目 林阿姨有些怕她 突然有人在外面敲门 谁啊 林阿姨叫了一声 透过猫眼发现是个亚洲人 个子高高面带微笑 笑容里面总有一股不正经的味道 老教授说过这里是美国的富人区 安全是没问题的 不过林阿姨还是很谨慎的 只打开了里面的木门 用小鱼儿交给自己的英语 磕磕绊绊地问 呼 How are you 本来应该是呼啊呦 意思是你是谁 结果林阿姨并不熟 变成了How are you 意思是你好吗 我 门口自然是沉汗生了 她也被眼前这中年妇女的英文 问得有一些蒙圈了 不过这个句式实在太熟悉了 每个上九年义务的孩子 都能回答上来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陈汉生几乎是脱口而出 然后两个大人大眼瞪小眼的对望着 陷入到呆滞当中 林阿姨是不知道怎么回复的 她就会那么简单的几句 陈汉生心里想 我是不是来错了 莫非便诗诗骗我 嗯好大的狗胆啊 这个时候正好有人踩着楼梯下来 陈汉生看过去 一双修长的小腿 这说明身高至少一米六八以上 一身简单的运动款耐克尔卫衣 左右甩动的高马尾 微微地仰起了下巴 精致的瓜子脸 还有嘴边那熟悉的梨窝 林阿姨谁来 她一句话都没说完 那后面硬生生给咽了回去了 抓着扶梯的白洗手腕 突然用力握紧 小月 好久不见 陈汉生歪着头灿烂地笑着 好久不见 这个短剧很有意思 乍听的时候好像是充满了突然相逢的喜悦 但是细品之下更多的是酒味联系的心酸 其实萧荣瑜是上个月来美国的 陈汉生当时还在机场遇到了送了 按理说呢 分别时间不算长 只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小月儿怀孕了 陈汉生还被蒙在鼓里 这种心灵上的距离 并不是空间和时间就能比拟的 两个人就这样蒸蒸地对视着 萧荣瑜站在楼梯上 陈汉生站在客厅里 彼此之间隔着一段距离 不解风情的阳光充斥其中 折射出一颗颗浮沉微粒 这个场景就好像电视剧里一样 那个 小月儿那个 半晌以后陈汉生张嘴 想要说点什么 萧荣瑜却是一转身 头也不回地跑上楼去 陈汉生刚想追上 保姆林阿姨一下拦住 林阿姨应该看出来 陈汉生和萧荣瑜认识 不过出于责任心 她还是得问清楚 林阿姨双手努力地比划着 那个 你是华夏人吗 啥 陈汉生被挡住 心里很不耐烦 我他妈百分百没临差哪 哦 林阿姨赶紧点头 她未必听得懂 Made in China 但是那句 我他妈已经代表了身份了 这可是纯正的国粹呀 这大妈不再阻拦以后 陈汉生咚咚咚地踏上了楼梯 不过没走两步 她又咚咚咚地踩着楼梯退下来 因为迎面走下来两个人 正是孙教授和编诗诗 早上好老太太 诗诗同学 这么巧你们也在啊 陈汉生一边退着 一边笑容可掘地打招呼 怎么说来着 对吧 人生无处不相逢啊 对吧 九百九十五集 陈汉生讲了个冷笑话 只是没人呼应 看上去有些尴尬 孙教授直接沉脸问 你怎么过来了 老太太口气有些冷淡 不过这就是表象 其实她心里除了惊讶和疑惑以外 还悄悄地松了口气 老太太是铁杆小玉党 她的立场绝对是 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既然萧荣瑜已经怀孕 那么争论就应该平息了 陈汉生需要尽快地斩断所有感情线 不管那个叫沈幼楚的女孩有多么好 但是小玉儿怀孕了 这一点就能压倒一切 只是萧荣瑜有一种骄傲的坚持 她并不想用孩子当成筹码 这是所有小玉党成员最无奈的地方 所以孙教授嘴上你怎么过来了 前台词其实是你怎么现在才过来 那个果壳和某星发生了一些商业纠纷 容生律所代理的这个案子 我正好有几个疑问 我就专门跑到美国来请教一下 哦 老太太冷漠地汗手 这位教书育人几十载的老教授 觉得这个回答非常有逻辑 至于为什么不打电话或者是询问律所的其他人 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重要吗 对了 我给你们带了 杏花楼的糕点 孙教授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马蹄糕 石同学 你的桂花糕 看着 还热乎着呢 主要是王子伯 怕这玩意冷了 一直搁在裤裆里捂到我登机之前那一刻 感动不 你滚滚滚 鞭石石不让陈汉生胡走 直接把马蹄糕抢过来 又看了一眼楼上 小月的呢 买了 梅花糕和绿豆糕 这些都是他以前爱吃的 陈汉生拎着袋子说道 鞭石石让了个身位 算你有良心 你得抓紧点啊 婚姻官司快要上庭了 我们今天要去法院提交一些材料 知道了 谢谢你 陈汉生压低声音 他能够找到这个地方 首先应该感谢 鞭石石的告密 哼 谢我做什么 总之我什么都没有做 就算做了什么 也全部是为了小鱼儿 陈汉生咧嘴笑了笑 鞭石石的确是什么都没做 因为他只是把地址 告诉了他男朋友 至于男朋友再告诉别人 那谁能管得着 大家都在帮助我 难道这就是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吗 陈汉生的心里有些得意 同时也忽略了 鞭石石后半句 就算做什么 也全是为了小鱼儿 陈汉生来到二楼以后 看见小鱼儿正在卧室里 整理资料 他慢慢地到我们了门口 萧蓉鱼垂着眼眸并不搭聊 楼下反而有些热闹 鞭石石打开电视 看着天气预报 保姆在厨房里忙活 锅碗瓢盆 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这股浓郁的生活气息 陈汉生恍惚之间 以为两个人没有分手 自己只是过来 喊小鱼儿下楼吃早餐呢 那个 买了你爱吃的梅花糕啊 你要不要尝尝 萧蓉鱼好像没听见 仍然自顾自地 做着手里的事 仿佛已经不爱吃甜点了 冬季前 我特意跑到新花楼买的 陈汉生又加了一句 这是想体现自己的用心 这一次 萧蓉鱼终于说话 只是声音里 听不到以前的婉转优美 她清清冷冷地说道 狮子桥的那个新花楼吗 我 陈汉生开始后悔了 狮子桥不仅有新花楼 也有御间奶茶店 好在她反应也比较快 马上跳到其他话题 这糕点主要是帮你恢复胃口的 你好像不太适应美国这边的饮食习惯 之前看你的照片 怎么经常捂着小肚子 说着说着 陈汉生停下来 因为她发现 小鱼儿突然抬头 无缘无故地看了自己一眼 这个眼神太复杂了 复杂到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陈汉生察觉到了 这话题又碰到钉子上了 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 陈汉生不再贸然说话了 心里思索着如何避开垒区 只是萧荣瑜不给这机会 已经收拾好资料 背起单肩包 顺便拿起了一顶鸭舌帽 帅气地往头上一照 一言不发地下了楼 擦肩而过的瞬间 萧荣瑜抬头挺胸目不歇视 陈汉生在她眼前 就好像是一个透明的空气人 陈汉生心里失落 砰的一声倒在床上 鼻子里嗅着被褥淡淡的香味 眼睛注视着天花板 我对忽然出现 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萧荣瑜下了楼以后 孙教授和边施施 立刻把目光投过来 想从他脸上发现点什么 遗憾的是 萧荣瑜脸色平静 根本看不出太多变化 边施施把桂花杆递过去了 小鱼儿 吃糕 不用 萧荣瑜摇摇头走到厨房说 林阿姨 麻烦您给我下一碗清汤面 边施施和孙教授对视一眼 他们都明白 小鱼儿拒绝的并不是甜食 而是陈汉生带来的甜食 他已经抗拒陈汉生到这个地步了吗 不过快要早餐的时候 老师的林阿姨有些为难了 他悄悄请示孙教授 孙老师 那个高高的年轻人 早上我需要盛他的饭吗 孙教授一听就明白了 按理说应该是需要盛饭的 毕竟又是熟人又是同胞 只是熟得有些古怪 所以林阿姨也拿不定主意 这个问题你上去问问他好了 孙教授双手背负身后 说话时花白头发也在微微颤抖 他吃的话就成 不吃就不成 就这样简单 对哦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怎么还要请教别人呢 林阿姨恍然大悟 上楼询问陈汉生 老教授这话说得很有水平 以他的身份 自然不方便和小月儿唱反调 索性就把皮球踢出去 看似不负责任 其实是让陈汉生自己选择 他觉得以陈汉生那厚脸皮的程度 肯定会留下来陪小月儿吃饭 两分钟以后 林阿姨在楼上转了一圈 匆匆忙忙地下来 小月儿 刚才那个年轻人脱掉外套 在你床上睡着了 我要不要叫醒他 什么 萧荣瑜一时间也是愣住了 这个胆大的行为的确是很陈汉生 吕玉清 有比较严重的洁癖 小鱼儿多少也有一点 只是没那么夸张 保姆林阿姨是知道的 所以萧荣瑜的卧室 每天都会打扫 我去把他含醒 林阿姨看见萧荣瑜没反应 以为他生气不知道说什么 马上就把陈汉生赶下来 孙教授和编师师都没吱声 看着林阿姨一步一步跑上去 眼看他快要到二楼了 萧荣瑜突然叫了一声 等一下 什么 林阿姨转身 萧荣瑜面无表情地说 现在已经脏了 不如等他睡醒以后 您再帮我换一套新被褥吧 哦 林阿姨呆呆地映下 她现在也能察觉到些情况 呗 编师师在旁边 眨了眨眼睛调皮地说 其实你只是怕吵醒某人吧 毕竟国内那边是晚上 又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难怪会累得睡着了 小鱼儿瓜子脸 不易察觉地红了一下 有点心思 被看穿的感觉 996集 既然萧荣瑜允许 陈汉生在她床上休息 保姆阿姨自然不会再去打扰了 吃完早饭 孙教授带着萧荣瑜和编师师 准备去当地法院 不过出门前 小鱼儿突然走到林阿姨面前 悄悄地交代了两句 林阿姨先是非常震惊 然后看了两眼 小鱼儿的小腹 表情又有一些心疼 最后默默地点头映下 放心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谢谢 小鱼儿婉儿一笑 依然是绝美无比 不过林阿姨听完刚才那番话 总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凄凉 等到他们都离开以后 这栋两层的庭院又恢复了平静 林阿姨在里里外外打扫卫生 偶尔经过二楼卧室门的时候 听着房间里葫芦的声音 也在感慨这个年轻人心还真够大的 发生这种事 他居然还被蒙在鼓里 不过陈汉生是不知道这些事的 兴许是枕头上的味道太过熟悉 甜美地让人心安 他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 起床后太阳已经熄斜 卧室里静谧异常 只有窗帘在微微晃动 看看有一些空空荡荡的冷静 唉 小鱼儿的被窝真舒服呀 陈汉生在软软香香的床上蠕动一会儿 最后才挣扎着穿衣起床 楼下只有那个中年妇女 听着小鱼儿和鞭诗诗 称呼她为林阿姨 这应该是保姆 林阿姨正在擦着桌子 她看见陈汉生走下来 连忙记为军擦擦手 客气地说道 你要不要吃饭啊 中午看你睡得正熟 所以就没有叫醒你 啊啊 陈汉生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 艰难地搜寻几个英语单词 那个 你from where啊 啥 林阿姨争了一下 陈汉生 歇意地笑笑 啊 sorry 我专八的英语水平 总是 不自觉地整两句英文 刚才 是比较地道的伦敦音 听懂吗 我怎么能听得懂呢 林阿姨不好意思地摆摆手 我就会几个短句 还是小鱼儿教了很久才学会的 哪里能和你们这种大学生比啊 这也难怪 另外我现在是研究生 那就麻烦阿姨给我下碗面 顺便煎个鸡蛋 谢谢 没问题 没问题 林阿姨马上就去厨房忙活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隐约听到客厅里 有人发牢骚 妈的 电视里怎么全说英文啊 脑子看个屁啊 林阿姨把面煮好以后 陈汉生直接关了电视 一边吃一边询问阿姨的来历 为什么会在这儿当保姆 我和深通快递的程董 是老乡 于是林阿姨就把程德军 上门邀请的过程讲出来 陈汉生这才知道 林阿姨是程德军的老乡 因为她在家政行业里面 口碑很好 有个女儿还在深通快递里工作 鉴于这些 程德军才敢放心大胆地 把她送到这儿来 程董这事办得漂亮啊 陈汉生在心里夸奖了一句 孙教授又不缺钱 更不会收美金 程德军就干脆请个保姆 过来照顾 既加深了关系 又有人情味 这才是送礼的最高水平 陈汉生吃完面 磨磨嘴 那咱们也算有缘 我和程董事长是好朋友 什么 林阿姨以为自己听错了 程德军是家乡的首富 身家上亿 她的朋友怎么可能是一个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陈汉生最喜欢这种时候了 有的时候实在是不是 她非要装差 形势所迫啊 不得不装 她的移动号码 早就开通了全球通服务 当着林阿姨的面 给程德军拨过去 并且全程打开免提 喂 程总 妈呢 有没有打扰你休息啊 我现在美国呢 其实没什么大事 就是感谢一下你 你请的这个林阿姨啊 业务贤熟人又可靠 我觉得特别满意 听说她女儿在你手底工作 是吧 这么好的员工 你得升职加薪才行啊 实在不行 你就割爱吧 把她让给裹壳呗 哎 行 那回去我们拒绝啊 行 陈汉生打完这个电话 啪的一声合上手机 看着呆若木鸡的阿姨 这才怂怂肩说道 我和程董打过招呼了 让她给你女儿 升职加薪 这 这 这 林阿姨非常茫然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对自己这么好啊 看来这个年轻人的身份 也不简单呀 能够这么随意地 和程董市场打电话 我叫陈汉生 可能您没听过这名字啊 不过 您女儿那个年纪 她肯定知道 你可以去问问她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透露 客户的私人信息的 哦 这样啊 那 我要是想了解一下 小鱼儿在这边的生活习惯呢 居然被小鱼儿猜蠢了 林阿姨暗暗想着 因为有消融于 临走前的叮嘱 林阿姨守口如瓶 抱歉啊 我们不会透露客户的私人信息 你刚刚没听到吗 我帮你女儿松支加薪啊 抱歉 我还可以给你money 抱歉 还可以加 抱歉 靠 陈汉生收买失败 只能无奈挥挥手 上一个这么不尊重人民币的 还是铁骨铮铮的狐鳞鱼 傍晚的时候 孙教授他们终于回来了 陈汉生高高兴兴地迎上去 今天辛苦了 小鱼儿不搭理他 他看见陈汉生以后 直接压低了帽眼 蹬蹬蹬上楼 孙教授也不搭理他 老太太坐在沙发上 休息了一会儿 拿出资料默默翻阅 只有编诗师 简单地点点头算是回应 陈汉生的心里 涌起了一股愧疚 多善良的姑娘 我居然把她介绍给了王子伯 真是做了一件缺德事 怎么了 陈汉生冲孙教授 努努嘴 感觉老太太 似乎有些不高兴 编诗师虎着脸说道 发生一点事 小鱼儿母亲过两天 就来美国了 你怕不怕 真的 我为什么要怕 我看见吕阿姨 我不知道多开心呢 哼哼 居然吓不到你 吕姨的退休手续 已经办好了 她随时都可以过来的 编诗师说完 也顺便解释了一下 今天的事 下午我们去法院的时候 正好碰到无解的前夫米勒 他们也去递交材料 你们没发生冲突吧 陈汉生打量着问 编诗师气呼呼地说 没有 就是米勒的态度不怎么恭敬 孙教授好歹是堂堂的外婆 结果米勒当着我们的面 直接说 不管怎么样 她倒不会道歉和赔偿 哦 是吧 陈汉生点点头 这倒是没有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爆发修罗场之前 陈汉生和小鱼儿感情震轻呢 所以也跟着见过米勒两次 这鬼老言语之间非常瞧不起吴一鸣 所以想通过正常渠道来沟通解决这件事 基本不太可能啊 997集 目前只有两个办法 一上庭 最后有法官宣判 不过这种案子肯定是一场拉锯战 来来回回很多次才会有最终定论 二是私底下进行不正常沟通 通过一系列的交易 想办法让米勒在法庭上主动承认错误 并且道歉和进行相关赔偿 这样的话 最终也能实现提高外嫁国内女同胞地位的一个重要意义 孙教授、小鱼儿便实施这些老师人 他们自然都是踏踏实实准备相关资料 打算通过第一个办法来实现目的的 至于陈汉生这类见面就想收买保姆的人 他就很擅长第二种了 六点多快要吃饭的时候 法治周刊的赵童也过来蹭饭 他看见陈汉生开始还有一点不太敢相信 紧接着他就开始嘲讽了 呦 陈东可真是稀客呀 大家光临有何归干啊 陈汉生心里骂着滚你屁事 但是嘴上礼貌地打招呼 赵师姐 感觉你比机场见面的时候又漂亮了好多 我这次过来是请教问题的 陈董那么有钱 还需要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请教吗 赵童仍然不放过 他早就知道陈汉生是个渣男 去年在飞机上 赵童亲眼见到陈汉生和小米电子的美女老板 郑官提说笑的场景 只是后来被这个狡猾的渣男给遮掩过去了 好了 孙教授轻轻拍下桌子 终止了这场纠纷 赵童也是东大法学院的毕业生 他可不敢委逆老太太的话 只能暂时放过陈汉生 七点左右 林阿姨把饭菜做好 仍然不见小鱼儿的身影 他不吃饭吗 我上去喊他一下吧 便是是忍不住翻翻白眼 陈汉生的脸皮实在太厚了 小鱼儿明明就是因为他的原因 所以才不愿意下楼的 结果这人还假装不懂 算了算了 还是让他好好吃点饭吧 一会儿我拿点菜上去 陪着小鱼儿一起吃 边施施不想让陈汉生影响小鱼儿的食欲 现在闺蜜这身体状况 需要注重每餐的营养摄入 呃行吧 陈汉生心里很失望 建业那边还有很多事呢 他没法在这儿待太久 不过现在看来 这次见面应该没什么效果的 没效果的原因其实陈汉生自己也知道 他和沈幼楚还有关系 萧荣瑜是不会接受沈幼楚的 白月光和星空宝藏 是不是根本没可能和谐相处呢 陈汉生郁闷地拿起打火机 准备去院子里抽根烟 舒缓一下情绪 没想到家里几个人同时喝道 不许撑 我最近鼻炎 闻不了烟味 根据湾区这边的法律 如果女士不同意 抽烟是要被罚款的 年轻人还是少抽烟比较好 孙教授最为直接 他都不需要找什么理由 冷声说道 不许抽就是不许抽 否则你就不能住这儿 陈汉生有一些被吓到了心想 不抽就不抽吧 何必呢 又是犯鼻炎又是罚款的 知道的以为我抽滑子 不知道以为我抽大麻呢 好吧 那吃饭吧 看到那么多人这种反应 陈汉生乖乖地把烟揣进兜里 只是心里也有些奇怪 最近禁止我抽烟的人 好像有点多呀 先是老陈 然后是老肖 最后又是编师师和孙教授 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都是小鱼党 为什么小鱼党全部劝我戒烟呢 这时候陈汉生 似乎有一层窗户纸 糊在眼睛前面 一戳就能破 但是总是少点契机 这还真的不能怪陈汉生 他虽然非常聪明 做生意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很多 偏偏他没有当父亲的经验 尤其是那张密番都没来得及用 陷入思维定势以后 陈汉生压根儿不会往怀孕 这个方向来想 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吃饭以后 陈汉生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萧荣宇也始终没有塌下楼来 看来小鱼党今天晚上 是不打算和我见面咯 陈汉生没办法 只能跟着林阿姨来到 一楼的客卧房间 不过推开门以后 陈汉生愣住了 因为客卧床上 正是小鱼党那套被褥 林阿姨在旁解释 小鱼党换了一套新的 不过这套也很干净 而且还很软和 比客房原来的床褥 要舒服得多 你换呢 办上之后陈汉生问 还是小鱼儿让你换呢 肯定是小鱼儿啊 我不会想这么多的 小鱼儿想让你睡得更孕贴一些 哦 知道了 陈汉生听了以后 立刻蹬蹬蹬地跑上楼梯 不过刚走一半 萧荣宇原本开着的卧室门 突然砰的一声关起来 陈汉生脚步一缓 他在楼梯上安静地站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走到了小鱼儿的房间门口 卧室里寂静无声 只有底下的门缝 溜出点光来 在昏暗的楼道里 那么微弱 那么地不起眼 陈汉生深深地呼口气 正要举手敲门的时候 只听咯蹦一声 清脆地锁门声 从里面传了过来 这个意味不言而喻 小鱼儿锁得不仅仅是门 还有那颗心 一道简单的木门 硬生生地隔着两个人 陈汉生在外面看着 萧荣宇在里面看着 不过因为这道门的原因 两个人的视线始终没有办法汇聚 就这样默默地对峙了很久 陈汉生终于转身下楼了 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远 卧室里边湿湿常常出口气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是陈汉生和小鱼儿在对峙 自己反而异常地紧张 手心都不知不觉出了汗 小鱼儿 他走了 边湿湿的语气里有些遗憾 可能又埋怨陈汉生 觉得陈汉生为什么不一脚踹开门 总之你是大流氓 大家对你期待感没那么高 做错事情也容易原谅 也许还在埋怨小鱼儿 陈汉生来一次多不容易 你就这样拒绝交流 一丁点机会都不给 萧荣宇轻轻点点头 重新坐回床檐上 双手抱着膝盖 呆呆地盯着地板不吱声 边湿湿看了又很心疼 其实整件事情里 没有人比她更痛苦了 你可真是个傻子 边湿湿挪到小鱼儿的身边 伸手把好朋友 搂在怀里安慰 试试 我不能开门的 阿尔盼传来萧荣宇的解释 好像又在自言自语 我担心 开门就忍不住了呀 我想扑在她怀里哭 我想狠狠地咬她 我想骂她 打她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小鱼儿 小鱼儿抬头 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滚着 我都不敢和她一起吃饭 我知道我知道 边湿湿太了解自己的闺蜜了 小鱼儿自从知道陈汉生再次脚踏两只船以后 她就打算成全陈汉生和沈幼楚了 就是觉得你太吃亏了吗 便实实哽咽说道 两次修罗长 每次离开的都是小鱼儿 凭什么呀 没有 萧荣宇摇摇头 这种事哪里有什么吃亏的 就是觉得她自己很没出息 不管如何都忘不掉陈汉生 大概人生就是这样吧 有些人也说不上哪里好 不过怎么都忘不掉 九百九十八级 过了一会儿 边湿湿吸了吸鼻子 突然坑敲有力地说道 小鱼儿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边湿湿的语气坚定 好像同时做了什么重要的决定 萧荣宇受到感染 也擦干眼泪 其实分手以后 小鱼儿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一包纸巾 经常一天就用完 反而知道怀孕以后 她突然坚强了很多 每次想哭的时候 赶紧做点别的事分分心 生怕情绪会影响到小小鱼儿 晚上休息的时候 边湿湿也没有离开 闺蜜两个人经常睡在一起 房间里黑漆漆的 只有一点月光 洒在窗台上 照得大理石宛如白玉 边湿湿盯着看了一会儿 突然问 吕姨什么时候过来啊 可能是后天 也可能是大后天 萧荣宇也不是很清楚 母亲的内退手续批准下来了 她已经收拾好行李了 吕姨来了以后 我想回国一趟 边湿湿仍然注视着 那一片白月光 顿了顿说道 有点想王子伯了 好呀 嗯 你为了陪我 情人节都没有过 子伯心里可能都埋怨我了 王子伯不像你家陈 不像陈汉生 他不会计较这些事情的 提起自己的男朋友 便是事业有一些笑意了 过了一会儿 他缓缓转身 伸出右手搁在 萧荣宇光滑的瓜子脸上 默默地看着最好的朋友 小鱼儿感觉有些不对劲 怎么了 诗诗 没什么 我就是想说 边湿湿的语气 肯定地重复着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早上 孙教授又和小鱼儿 早早出门了 所以陈汉生起床的时候 家里就只有边湿湿 赵童和保姆林阿姨 林阿姨在厨房做饭 他看到陈汉生 还礼貌地打个招呼 冰湿湿的眼眶有些肿 好像昨天晚上失眠了 赵童嘴里叼着个牙签 自顾自地看着 全英文的电视节目 虽然赵童不搭理自己 不过陈汉生吃完早饭 还是一边摸着肚皮 一边坐到了赵童的身边 赵师姐 我想出门办点事 可是我找不到路啊 你能不能陪我一下 那你可以打taxi啊 赵童瞥了他一眼 陈汉生无奈一摊手 我担心 美国出租车司机 听不懂我的专八英语啊 靠 你还专八英语 我没空 赵童想要拒绝 不过陈汉生一脸认真的打断 我明后天就要回去了 婚姻官司还是悬而未决 既然感情没有什么效果 我就看看能不能在这场官司上面 出点力气 你 赵童狐疑地打量着陈汉生 觉得一个不懂法的门外汉 能在官司上出什么力气呢 赵师姐 别小看人嘛 我好歹白手起家 创立两家企业 改变国内快递行业 和手机行业的发展格局 对于这个官司 你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解决 我可以从商人的角度来解决 不得不说 亿万富翁这个身份 还是有说服力的 赵童虽然鄙视陈汉生是渣男属性 不过对于陈汉生的能力和手腕 倒是认同 你打算咋办啊 我想去找一下五姐的前夫米勒 陈汉生话刚说到一半 赵童就皱眉摇头 米勒不行啊 他比你还垃圾呢 根本沟通不了 沟通是赵童 没事这蔡老子一脚 你给我等着 陈汉生心里骂着 表面还是笑着解释 嗨 话没说完呢嘛 我想找他男朋友 安德森 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在安德森的公司对吧 你想和安德森谈 米勒没工作 又是个gay 他肯定得要人养着啊 对不对 所以安德森应该是 米勒的金钱来源 我们不用说服米勒 只要安德森同意 很多事都特别好办 似乎有点道理啊 之前赵童他们都忽略了安德森这一点 把所有精力全部放在米勒身上 不过出门前 陈汉生又准备去二楼 把鞭诗诗叫上 你叫诗诗做什么 男人的做法呢 就应该安安静静地 把事情解决完毕 然后悄悄退场 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 这是什么傻圈填狗理论啊 我为什么要静悄悄地退场 无名英雄 谁想当谁当起 老子可不当 我小学值日的时候 都要等老师来了才擦黑板的 不把鞭诗诗喊上的话 万一你不说小月能知道我的付出吗 真不愧是陈董啊 按一个人还要这么功利 这就是伤人的逻辑吗 赵师姐 你不能用你的爱情观量 要求我对不对 人和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我曾经也在极度愤怒的状况之下 连续在网吧通宵两天两夜 你可以吗 总是这么不正经 不知道小月儿当初怎么喜欢你的 赵童冷哼一声 陈汉生也不在意 跑到楼上去喊鞭诗诗 鞭诗诗正在卧室里休息 昨天晚上几乎一宿没睡 因为她终于下定决心 和沈幼楚谈一谈 其实在这之前 鞭诗诗的心里 也有非常的犹豫 一 小月儿不会同意 二 这无形中会伤害到沈幼楚 三 如果王子博知道她会不会生气 为了这件事情 编诗诗甚至还去咨询过 德高望重的孙教授 老太太给出一个坚定的回答就是 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老师的支持让编诗诗有了底气 再加上目睹了曾经那么相爱的一对情侣 现在隔着一道木门都不敢说话 这也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巧合的是 吕玉清这两天就要过来了 小月儿身边有人照顾 编诗诗正好可以趁机回国 哎哟 沈幼楚也很善良啊 编诗诗拉着被子蒙住头 她现在压力很大 因为总想当初在奶茶店门口 那个担心自己被猫挠伤 特意把猫粮送过来的桃花眼女孩 我只把怀孕这件事情告诉她 但是怎么选择 还是看沈幼楚自己吧 编诗诗默默地想着 她不打算劝沈幼楚离开 因为实在说不出口 这个时候 陈汉生敲门 在门外大声地说 编诗诗同学 别睡觉了 跟着英俊哥出去办点事呗 编诗诗打开门问道 什么事啊 哎呀 你跟着就好了 当个翻译就行 好吧 陈汉生没有解释太多 转身就离开了 不过刚走两步 她又转过身来 奇怪了 你今天为什么一直低着头啊 好像不敢看我的样子 快说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王子伯的事了 放屁 编诗诗被看穿了心思 她赶紧关门调整情绪 她可不会做对不起王子伯的事 可是很快 她就要对不起陈汉生了 拦了辆出租车出去以后 编诗诗仍然心不在焉 一句话都不想说 赵同想着陈汉生如何和安德森谈判 偶尔还和低市司机闲聊两句 陈汉生坐在副驾驶上 打开车窗 悠哉地吞云图 当着孙教授的面 她不敢抽 现在老太太又不在 单凭赵同和编诗诗 可是阻止不了她 999集 赵同撇撇嘴说道 我之前也抽烟 不过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爸因为肺部阴影住院 那时候我就戒烟了 身体要紧啊 陈董 你爸多少年年龄啊 说解就解 陈汉生扭头问 看他神情就知道 没放在心上 二十多年了 赵同皱着眉头 大概是担心父亲的身体 赵师姐 陈汉生突然猛抽一口 然后缓缓地吐了一口浓烟 伴着苍老低雅的丧音 你看我这抽烟的样子 像不像你爹 乖乖乖乖 你抽吧你 迟早会有人 让你主动戒烟的 陈汉生得意地笑笑 赵同嘲讽这么多次 自己终于反击一回 至于戒烟的问题 仍然是那句老生常谈的理论 老陈和梁太后 沈憨憨和小鱼儿 这四位都没让我戒烟 还有谁能 到了安德森的公司 他看见编师师和赵同 拍拍脑袋讲了句英语 安德圣说 如果又是为了官司 那就法庭见 不要再过来打扰了 那你告诉他 我不是来谈官司的 陈汉生吹着口哨 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爹是来谈生意的 赵同翻译完了以后 安德森眼神 在他们三个人身上扫视一下 神情里带着浓浓的怀疑 他应该也没想到 原告和被告 没打官司 准备先当合作伙伴了 赵师姐 你把我的身份介绍一下 陈汉生大手一挥 赵同又翻译过去 陈汉生也听不懂 就只有果壳两个拼音 他勉强清楚 不过安德森压根就没有听过 什么果壳电子 目光里面怀疑反而更多了 赵同怂怂肩膀说 不能怪我呀 我说你是华夏 排行前五手机场的大老板 安德森觉得我们在欺骗他 傻缺归老 难道他都不知道 内事不觉问百度 外事不觉问谷歌吗 上谷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吗 经过赵同的翻译安德森真的打开电脑查了一下 谷歌能够查到果壳的相关信息 包括陈汉生这位创始人在众多会议上侃侃而谈的照片 有些国外媒体把果壳电子比成下一个崛起的某星 这虽然是一个夸张的噱头标题 但是能够提高安德森在心中的地位 陈汉生趁机从口袋里掏出名片 同时他拿出毕业所学 哈喽 Nice to me jo 美国人非常现实 他们都觉得 生意就是生意 万物皆可为生意 既然陈汉生这位有钱的华人 愿意把这场官司当成一笔交易 安德森就非常愿意谈下去 至于案件背后的影响力 哼 安德森觉得完全不如美元来的时机 只要陈汉生开足了价码 不要说让米勒当庭道歉了 晚上都可以和米勒共度春宵 赵同和编诗诗就在傻乎乎的看着 赵同还稍微好一点 他当记者那么久 对于一些法庭外面的和解 见得实在太多了 编诗诗就很恍惚了 为了这官司上道孙教授 下道律所所有的成员 大家都拿出了12分的精神应对 尤其是在国内 还有很多媒体在关注 他们都把这场官司 当成经典案例 甚至还准备列入新世纪 影响国人生活的十大真实法律案件 这么一场重要的官司 居然被陈汉生玩弄在掌心 如果米勒就这样道歉了 官司赢了似乎也没有任何意义 一百万美元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安德森给出了自己的底线 陈汉生沉吟了一下 正要开口答应 便实施在旁阻拦 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 这次咱们准备得很充足 胜算并不小 再说即使这次不成 还有下次呀 没有必要花钱买这种 虚无缥缈的胜诉 怎么是虚无缥缈了呀 第一 官司赢了 这是外加国内女性告状 前夫首次胜诉的案例吧 意义是不是很重的 第二 这是荣生律所的荣誉吧 这份沉甸甸的资历 在国内没几家律所 能够比得上 第三 一百万美元 折合也就七百多万人民币 这钱看似很多 但是律所的知名度打开了 以后一场国际官司 佣金千万 最后 陈汉生小之以礼 结束了 开始动之以情了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难道米勒不该给五姐道天吗 难道米勒不该给孙唐他扶养费吗 既然结果是正义的 那过程重要吗 要是这件事情曝光了怎么办 赵同在旁边插了句话 陈汉生笑着说 这有什么难的 律所毫不知情 只是果壳电子创始人陈汉生 知晓吴亦敏和孙唐他的遭遇以后 内心深感触动 决定花一百万美元 仅仅为了买一句sorry和尊严 这个文案听起来 是不是更让人同情呢 这 赵同不知道怎么了 陈汉生脑子是好事 当然他也的确有钱 这么说吧 不管你们同不同意 我已经答应这笔交易了 总之呢 只要开庭 米勒就会当场道歉 拦都拦不住的那种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要去告诉小鱼儿 他不会纵容你这种行为的 赵同摸了摸自己的寸头 他突然很想笑 昨天鞭诗师他们还在想方设法地让米勒道歉 今天鞭诗师突然希望米勒不要道歉了 大家凭真本事辩论一下 你要告诉小鱼儿 一直四平八稳的陈汉生听到这句话以后 他大惊失色 鞭诗师我看你错了 我带你过来只是当翻译的 你千万不能告诉小鱼儿 知道吗 哼 我不仅要告诉小鱼儿 还要告诉老太太 鞭诗师站了起来 大步走出了这间肮脏的办公室 外面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 鞭诗师同学感到了一抹正道的光 陈汉生的求饶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正义的鞭诗师还是告诉了孙教授和萧荣瑜 所以当他从安德森公司回去以后 看见孙教授沉着脸在客厅里 老太太气场很强的 林安姨吓得躲在厨房里不敢随意走动 萧荣瑜就陪在旁边 他只是在陈汉生进门的时候看了那么一眼 随后又低下头盯着地板 鞭诗师有些拘促 诗师同学大概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反而有一些担心陈汉生了 孙教授 小鱼儿 不过这个局面在陈汉生意料之内 他心里一点都不慌 甚至还趁机叫了声萧荣瑜 小鱼儿没抬头 右手刚要下意识地捂住小腹 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不易察觉地端起了杯子 盖成喝口温水 这件事我自作主张了 陈汉生一边主动道歉 一边察言观色 陈汉生情绪略有些激动 要怪的话就怪我有这浓浓的民族感情吧 吴姐被鬼佬欺负 但是米勒这狗东西一句道歉都不说 我是真的忍了很久了 所以才一时冲动 花了七百多万人民币 用钱把他砸跪下了 陈汉生是生怕孙教授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特意换算成人民币的数额 这样显得更为震撼一点 第一千集 听到了陈汉生的话 孙教授冷笑一声 他还是不了解陈汉生 民族情感是有 不过一时冲动是不存在的 头脑发热的人 有可能创立果壳公司吗 陈汉生一定是经过缜密的计算 这七百万花出去绝对不会亏本的 老太太心里很清楚 这官司的后续影响力不是金钱可以估量的 陈汉生还在继续解释 另一方面呢 我明天准备回国了 说到这里 陈汉生故意停顿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小圆的反应 可惜消融与神情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端几杯子又喝了口水 回国前呢 总想做点什么 因为正常打官司的话 可能要来来回回好几波 实在是太耗费精力了 我有些心疼 不如就一次性解决吧 这句话说出来 大家都愣了一下 刚刚还冷峻的气氛 突然变得暧昧起来 陈汉生会心疼 心疼谁啊 答案心知肚明 边时时心想 也就是陈汉生了 仗着脸皮厚 不管什么场合 什么肉麻的话都敢说 陈汉生的确是个渣男 但他真的是会和女孩子开心啊 如果王子伯在这种三堂会审的时候 公然表白 边时时都能在笔记本上记上一笔 然后慢慢回忆 边时时瞟了一眼闺蜜 小月仍然是很镇定的 仿佛听不懂陈汉生在说什么 不过他已经第三次端起杯子 喝着水 嗯 要我给你加点吗 边时时凑过去故意地问 萧如鱼用指甲轻轻地掐了一下 边时时的大腿 闺蜜再捣乱的话 她的情绪可能真的要绷不住了 老太太心里也很无奈 当一个人百无禁忌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约束她 最后呢 那就是吴姐和堂堂了 陈汉生眼皮灵活 她和小月表白完了以后 又和孙教授示好 她义愤填膺地说道 吴姐带着堂堂 孤零零地回国 她又没有一技之长 对吧 现在都没有一个正式工作 堂堂呢 又没有中文基础 只能去当到模特 所以呢 我必须尽快让米勒道歉 向孙教授道歉 向吴姐道歉 向堂堂道歉 米勒有一点当父亲的样子吗 我咱们最鄙视这种生了不养的混蛋 咱要不是个高素质的大学生 我真想狠狠抽她几个嘴巴子 陈汉生正在唾沫横飞地发表演讲 她突然感觉到孙教授 编诗师赵童都在看着自己 就连保姆林阿姨也从厨房里 敲默地伸出头 小鱼儿都第四次端起杯子喝水了 我说的不对吗 米勒难道是个好父亲吗 不 自己的女儿都不管 她都不配做一个父亲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引以为戒 所有人 陈汉生左右看看心想 这儿就我一个男的 他这暗示什么呢 提醒我以后做个好父亲吗 好了 孙教授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结 继续回到官司上 现在的情况 只要官司开庭 米勒就会道歉吗 嗯 米勒只有道歉 才能拿到一百万美元的全款 而且经过一番吹嘘 安德森似乎有些动心了 他很想和果壳做生意 不过 我说等官司结束再说吧 所以 他们可能更加心急 就等着开庭 然后道歉 然后愉快地结束这场跨过官司 老太太皱着眉头 问题就出在这儿 除非不上庭 不然肯定胜诉 孙教授从事法律行业几十年 国内很多条例草案都出自他的手笔 可以说经验非常丰富 各种离奇的案子他见过不少 不过 这案子实在太曲折 居然被告希望败诉 原告希望能好好的辩驳一场 便时时插嘴问 如果我们撤诉呢 撤诉的话 除非你们扔掉这个案子 不再管了 否则下次只要开庭 他还是会直接道歉的 这 便时时咬着嘴唇 觉得这行不通的 国内很多媒体都在翘首期待着 这场跨过官司的结果 如果就这样放弃了 不仅没有标杆作用 还影响了律所的声誉 可是上庭的话 又有一种演戏糊弄大家的感觉 便时时觉得辛苦准备那么久 原来还不如一百万美元管用 这就是结果正义和过程正义的博弈 一般法学生 他们坚持都会有过程正义 不过 目前这个局面 只有结果正义 才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资本 真的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啊 半赏之后 孙教授缓缓地说道 就算是最公平的法律 资本 也可以找到漏洞 陈汉生咧嘴笑了笑 老太太这么说 就代表他会按时上庭了 因为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上庭胜诉以后 经过国内的宣传报道 让更多的外嫁女同胞明白 一旦受了欺负可以大胆地进行诉讼 这种意义非同一般 绝对不能贸然撤诉的 律所收回了名声 小鱼儿也没必要继续待在国外 陈汉生觉得自己太牛叉了 一石几鸟 当然 钱也很重要 要是修罗厂发生在火箭101时期 陈汉生根本没办法 得心应手地解决这些问题 幸好这个时候 果壳已走上正轨 只要回国 再和三星一场大战 经济地位就能稳固了 第二天 陈汉生拎着包准备离开 只是画面有一些凄凉 除了编诗诗以外 没有一个人过来送 陈汉生唉声叹气的 唉 想不到啊 不可一世的我 居然落到如此境地 行了 有些人虽然没出来 但是他一定站在窗户边看着的 陈汉世伸手拦了辆低时 自己也坐进去 我们走吧 没必要 诗诗同学 你心意我领了 但是真的不用送我去机场 我找得到路 陈汉世从副驾驶伸出头来 想多了 陈董 我也要回国一趟 顺便再办点事 编诗诗眼神低垂 心里默默说道 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陈汉生和编诗诗 在国内晚上傍晚五点多左右的时候 平稳到达了建业路口机场 王子伯已经在国际大厅里等着了 他个子也不矮 远远就看见了戴着墨镜的死党 和那个窈窍的身影 小陈 王子伯先大声地和陈汉生打招呼 然后嗓子里面就好像装了开关一样 声音骤然变小 语气也变得几分扭捏 你回来了 这句话是对编诗诗说的 这种无主语的对话方式 一般都是存在于情侣啊恋人啊夫妻之间 就像陈汉生经常叫沈幽楚威 以前也经常叫小鱼儿 那个梁太后和老陈对话就更简单了 可能是几十年的夫妻原因 梁美娟只要咳嗽一声 老陈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 哦回来了 编诗是一路上和陈汉生客客气气的 不过见到自家男朋友 马上把本性露出来 不要傻站着 快帮我拎包 王子伯 我说了多少次 不要在公共场合扭屁股 再扭丹娘 晚上呢 我想吃韩国拌饭 新街口的那一家 你陪我去